然后等到癌症死掉 人还真苦呢 我们出家人就是为了不要生死才出家的 真正的自杀的人 不是杀掉身体 是杀掉轮回贪嗔痴 断掉 不来轮回的 轮回的动力从哪里 欲望 欲望 知道吧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 那些轮回的动力 各位 还没结婚了 不要谈恋爱好不好 哎呀 这下场 不谈恋爱怎么活 重点就是这个礼堂 你能够断除情爱 解脱了 出家人就是这样 所以出家伟大 伟不伟大 你看到和尚就 恶密托佛赶快拜了 哎呀你真伟大 孔雀虽然漂亮 还不如野鸭能高飞了 你是世间最有钱最美的 但是你还是在世间执着啊 孔雀飞不起来啊 还不如小小的野鸭飞来飞去啊 所以出家有如老鹰啊 世间人有如小鸟啊 所以你世间再怎么大 还不如出家人这种老鹰的力量 大雄大利啊 所以我们为一切出家和尚 公长 我们保定和尚还很多了 这是我们的福报 所以各位明天一定要来 明天你来 你不得了了 明天多少和尚通通来了 明天我们真元大和尚 要深座 这边要开光 多少的法师远远近近都来了 放光啊 比太阳光还大 见急解脱了 但是光来还不够啊 红包准备多一点 一百个和尚就一百包啊 两百个和尚两百包啊 哇 这下破产了 各位 钱不再多啊 一人一块都没关系 对不对 放个红包里面放一块 和尚供养你 和尚供养你 那你功德可大了 我到今天还这样做 不要说我出家了 我出家我做得更厉害 那边有四千个法师 供养四千份 那边一百个顾养一百份 衣服啊 钱啊 药啊 我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要福报 我是福报累积功德家 专门修福报 有了福报我都回向了 不知着就好了 但是你没有福报怎么做事啊 所以各位要广积福田 来 修福报 来 跟我念这个智慧的游行咒 很重要 来 然后朝你的水吹口气这样 你来喝你也超度啊 然后要把这个水有机会撒给鱼啊 撒给海鲜店啊 给动物吃啊 经常帮忙 再念一下 所以要经常让自己到处修功德啊 利益众神 走到哪里让人发财 让人健康 让人圆满 让动物超度 走到哪里就给人快乐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呼吸 有咱们观世音不知 甘露水发起咱心头的温分 清凉海一阴我生死的 买度 牵手去救 牵手 阴我 救一生 阴万生 救救救救救咱的菩萨 救一生 阴万生 台主台美的菩萨 管人主材 管事主材 您好境界 都是自由主材 救一生 阴万生 好 各位 当你拿了钱 布施 要盖佛像 盖寺庙 心里快不快乐啊 佛要我们享受这种 布施的快乐 这样子的快乐啊 马上把你心中的贪心 给消除掉了 所以呢 来 跟我背记语哦 很重要 来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忍辱向庄严 精进有功德 禅定得伐喜 剥热断烦恼 剥热断烦恼 五戒十善得升天 五戒十善得升天 慈悲喜舍生犯天 慈悲喜舍生犯天 涅槃得解脱 涅槃得解脱 波罗密得成佛 整个佛教 就这几句话而已 所以我们常布施 大富大贵 再来要守戒律 五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 再来修忍辱 相貌庄严 精进的人 有功德福报大 你打坐禅定念佛 法律充满 有般若智慧的人 断烦恼 守五戒十善业 生生世世 做富贵人 乃至升天 经一步修 慈悲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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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犯天 乃至做上帝 哪一天呢 你能够断餐生吃 贪生吃三毒 断了 这涅槃解脱了 但是佛教最究竟的目的 要我们成佛 成佛就要圆满波罗密 波罗密叫六度波罗密 要圆满 背着来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拨热 六度波罗密圆满 就成佛了 我们要这样子来修行 再来 请翻到一百一十二页 我们要齐请 哇 阴光大师 弘异大师 圆阴大师 这些大菩萨 赶快趁愿再来啊 来度我们 来引导我们 所以有更多的大德 趁愿再来 真好 去的要来啊 念佛往生极的世界 是为了来 才要去啊 我怕我能力不足啊 所以呢 我一定要 赶快呢 趁愿有空性不退转 回向娑婆 广度众生 所以各位 有人说 哎呀师父 我刚结婚要怀孕 我说那你要跪在佛前 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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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和尚投胎 做我儿子啊 然后呢 我就要让他出家 利益众生啊 这样生儿子快不快乐 快乐啊 我就是这样来的 我妈那生大的 生二的 大哥二哥 生到我经常庙 求求求 投了一个和尚儿子来 这样也好啊 来报恩嘛 所以各位 你有那个愿啊 哎呀 我怀孕 怀孕是个苦啊 妈妈伟大 但是我要让儿子来 来修行 但是有个缺点 你怀孕以后 你就不能吃肉了 你和尚儿子都不吃肉了 胎里素 胎里素 生下的小孩子 佛教 有的佛教 幽生学都改变了 所以各位 但是你要做 佛母也不容易啊 你要让这些大菩萨 投胎在你的身上 你要有很高的德行啊 像释迦牟尼佛的妈妈 摩耶夫人 一整年没有跟她先生睡觉啊 天天手八观摘戒 天天布施啊 这样子的圆满的戒律 终于赶着了佛陀入胎啊 白像夜梦 晚上做梦到天上入胎了 白像入胎 这样生了佛陀 但是她生完佛陀七天就死了 生完佛陀七天就死了 这也是佛陀的本愿 为什么 佛不希望她的妈妈太爱她 如果她将来要出家 佛说 我如果要出家 我妈妈知道 她心肝会裂掉啊 而且这些 圣母的胎 也不能让别人再投胎 所以七天外以后死报 这什么意思 这是福报 你生完我以后 马上生天 所以佛母马上就生到逃离天 这是孝顺妈妈 这不是妈妈死 这是孝顺妈妈 让妈妈不用在这人间苦 她妈妈没有 无苦而死的 她妈妈是因为生完佛以后 然后流血 然后晕 然后舌报 没有痛苦 在世间来看是很惨 但是在佛法来看 这是报母恩啊 先让妈妈生天 我成佛以后再度妈妈 所以佛还生天 讲地藏经 度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现在已经做大菩萨 将来也成佛 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 一种修行方法 还要不要听我讲故事啊 这一首歌 故事我每次讲 很重要的一个故事 我想很多人听过了 再听一次 有个妈妈带一个小孩 她家里很穷 先生早死了 但是这个小女生啊 虽然很孝顺 但是呢 不会讲话 妈妈为了帮这个小女生讲话 白天她还要去工厂 做工 赚一点钱 维持家庭 晚上呢 就带这个小女生 唱这首感恩的新 唱得很大声 小女生每天 很认真地学妈妈唱 但是就是不会出声音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弃 天天叫她 然后妈妈每天去工厂 上班回来 小女生都不乱跑 一定在五点多 就守在家门口 等妈妈回来 因为她知道妈妈好累哦 而且妈妈一定会买一份 她最喜欢吃的点心 好够幸啊 每天妈妈回来 她就守着妈妈 妈妈带点心 晚上就叫她唱歌 她一直学 虽然出不了声音 但是有一天晚上啊 五点等到六点 六点等到七点 等到八点 妈妈还没回来 天又下雨又冷 妈妈怎么没回来呢 小女生就很急啊 自己就走走走走 往妈妈工厂的方向 走了一个钟头 终于找到妈妈了 哎呀 原来妈妈做工太累啊 在树下睡着了 她就赶快把妈妈抱在大腿上 妈妈先睡哦 睡醒我们才回家 然后又看到妈妈手上捏了 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妈妈好爱我 心里很高兴 虽然很冷 但是她发觉一件事情 她吓坏了 妈妈睡觉 为什么眼睛没有闭起来啊 妈妈睡觉 为什么眼睛没有闭起来啊 她吓坏了 原来妈妈死掉了 哎呀 做工又生病 死掉了 但是妈妈死掉了 她哭啊 哭不出声音 又下雨 又流眼泪 哭不出声音 但是呢 她又想 为什么妈妈死掉 眼睛没有闭起来呢 一定是她放不下我 手上还捏着 我最喜欢吃的 妈妈放不下我啊 我一定要让妈妈 能够放下 妈妈虽然死了 所以她用了 这辈子最大的力气啊 她一定要让妈妈 能够放下 就把这一首歌唱出来 一唱出来 还真出声音了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唱完以后啊 她妈妈的流眼泪 一流眼泪 眼睛就闭起来 妈妈安息的中了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她就要勇敢的做她自己 这样的让妈妈安息呢 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心 来感谢一切妈妈 一切众生 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付出 花开花落 我们一样要珍惜 不管事情变得怎么样 我们心还是保持一个 利他的 慈悲的 感恩的心 今天你的男朋友 跟你在一起三年 他要离开你了 你要说谢谢 伴我这三年 让我了解了生命 让我更知道 自己啊 要不要听我讲一个故事啊 我好像有讲过了 有一个年轻人谈恋爱 哎哟 她的女朋友好爱她 她也很爱她女朋友 谈恋爱三年 两个好快乐 决定要结婚了 那决定要结婚 她就嫁妆什么都买好了 突然那个女生啊 宣布要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哇 这下这位痴心汉可苦了 天天哭啊 哭啊 很恨啊 哭啊 坐在家里啊 相识病 后来有一个老和尚啊 就跑到他家里面去 他正在伤心 老和尚你找我干嘛 老和尚说来来来来 我手上有个镜子啊 给你看一看 看镜子干嘛 结果老和尚镜子拿出来 里面像电视一样 开始演了 海边 哇 一个海边 结果在海边 躺了一个死掉的女人的尸体 脱光光了 哎呦 好可怕 结果有一个男人走过去 哎呦 死人了 跑掉了 第二个男人走过去 哎呀 死人 可怜的女人脱光光 躺在好边 好可怕 但是他虽然怕又有同情心 赶快把他的外套脱下来 盖在他身上 噗 赶快跑掉了 结果啊 没多久 一个男人又出现 哎呀 死掉的女人晒太阳 皮肤快烂了 好可怜 好恐怖啊 但是虽然恐怖 他还是有慈悲心啊 他就挖了一个很大的洞 把那个死的女人埋下去 当这个镜子演到这边的时候 那个男人就变成什么 变成他现在女朋友要嫁的男人 哇 这个时候这位 这位失恋得更生气 你干嘛演到他 那老和尚就说了 哎呀 我跟你讲 那一个死掉的女人啊 就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就是那个第二个男人啊 你对他还不错啦 把他衣服盖在他身上 所以他欠你三年债 三年快乐吗 他还完你了 但是第三个男人 他欠他一世债 所以他叫他做老婆了 人家把他买起来了 你只布施衣服而已啊 所以各位 世间讲姻缘 真是如此 所以各位 你走到哪里都要跟众生结好缘 地上一只死老鼠 不要踹他一脚 不然你完了 你又让他踹你好几脚 赶快给他买起来 你欧弥陀佛 埋葬起来 生生世世 他成为你的贵人啊 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 不要杀生啊 不要吃肉啊 哎呀 你吃他 你就欠他债 结二元哦 你跟他做什么事 他不理你啊 找你麻烦啊 你跟他结三元 走过路边 看到死掉的 欧弥陀佛 像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 猪啊 跑过去 我就把窗户打开 拿摩保记录来 那司机干嘛 保记录还不够啊 这个水就往 一直喷啊 司机还骂我 骂我没关系 我要让猪听到保记录来 欧弥陀佛 脱离恶道 我要洒水在他身上 而且一定要念准提咒 不是吗 佛说准提咒 当这个动物在被杀的时候啊 你帮他念准提咒 他那个痛会减到最低 慈不慈悲啊 慈悲 所以准提咒一定要背 看到人家在钓鱼 你要赶快后面念准提咒 他一线就会断掉 至少他痛苦的过程 减到最低 窗户打开 能念啊 撒钢禄啊 要如此 路上啊 很多的一些要被再去杀的猪啊 你要跟他截善员 你跟他截善员 他生生世世跟你截善员 不管你要做事业 甚至我现在出家 如果我过去是没跟各位截善员 各位今天看到我会听吗 听不下去吧 我讨厌看到你 对你没感觉啊 那怎么修学佛法呢 没有办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要成佛 要生生世世跟众生结善员 布施血 布施肉 布施眼睛 又跟他结善员 像各位今天 布施的钱 盖要施佛 盖地藏殿 这下圆结的可长了 这两尊佛 这两个大殿 至少三百年 三百年 你看多少人来拜 多少人来得到利益 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功德啊 你跟这么多人都跟结缘了 功德大不大 太重要 所以我就是希望各位这样结缘 所以到处结缘 所以每次做什么好事啊 我就会用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啊 一直为他们做 一直为他们做 我感恩他们 但是什么事我都结善员 不管哪一个国家哪里有什么事 我都会把钱寄过去 然后呢 为他们修行 为他们回向 要跟他们结善员 所以从今天开始 只结善员 好不好啊 不结恶员 你骂我 我笑笑 我不会生气的 因为我是修菩提心的 我怎么会生气呢 来 现在各位请翻到 有一个修心八计 我们修行啊 就在圆满我们这颗心 不管环境境界怎么变化 我们不能够起烦恼心 恨啊 排斥别人啊 所以经典说 菩萨还可以贪心 我要贪心做功德啊 但是菩萨不能生气 不能有真恨心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啊 都不应该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来念这个修行八计 来请翻到 二十六页 这八条非常重要 我们如果记在心上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怎么修的 佛告诉我们 贪 撑 吃 是我们生命痛苦的根源 三毒啊 要消灭贪心呢 要怎么消灭啊 来 给我念 多不失 修不静观 修不静观就是 你把你贪的对象 看清楚 在怎么美的外表 里面都是不干净的 再多的钱 钱反而是一种障碍 你要修不静观 不干净的 像我们出家人规定了 每天晚上睡觉以前 都要分解自己 像三十六不清净 把自己头发 头皮 头盖骨 脑浆 全部摆在那边 要修 很长一段时间 修不静观 修久了一个好处 不执着自己的外表露体 对自己也不执着 然后要对别人也不执着 要对他修不静观 所以你执着的东西 都是变化无常的 不清净的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不失 不失把所爱的 这个消除探计 那要消灭称魂心呢 那各位要修忍辱 修忍辱 修慈悲心 修慈悲心呢 最好的修法是什么呢 来念一下 自他交换 这边是妈妈 这边是敌人 那么敌人变妈妈 妈妈变敌人 事实上是如此 有什么好恨呢 爱恨 那只是一个感受而已啊 而且换一个立场 替对方想 对方骂我 你看他多么生气啊 他多么苦啊 哎呀 我跟着同情他 我怎么会对他生气呢 所以众生都是如此的 所以来 我们来念修心八纪 愿大家把心 调整在圆满的心态 叫莲花的心 来 一起念 来 一 一切有形生命 远胜于有求必应的宝石 我坚决要达成众生的最高福祉 我将学习 视他们为自爱自亲 各位 任何一个生命比黄金珠宝还重要 现在人思想观念改变了 我有钱买一栋房子 里面有黄金 我就守在里面好快乐 苦吗 很苦 没有人 没有众生哪有快乐 像我现在最快乐 看到各位坐在那边 看着我 我最快乐 有鸟可以躲 然后鬼到晚上还要死 有情生命 还是我生命的宝 我对什么都没兴趣 钱啊 宝石 这些对我没意义的 石头而已啊 没意义 那是拿来用 可以把钱拿来盖活饰 把钱拿来地震正宅 那有用 其他没有什么用 所以能够面对有情生命 那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所以各位 修行不要讨厌人 我最怕 我师父才跟我讲 很多修行人 一修行以后 就躲在山里面打坐 我看到人都不笑 不理的 看到人很讨厌 你来找我干嘛 好烦了 那你完蛋了 那你没有修行了 酷酷的 对有情 看到有情 看到妈妈 妈妈来了 众生就是佛 所以要把有情生命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要怎么样 对一切都为他想 第二 念下来 无论如何与人交接 我要学习 视自己为 所有人中最卑下的 并且从我心深处 恭敬礼 视他人为至尊 从今天开始 当你会拜佛 你把头放在地上干嘛 土地以上的 都是我们尊敬的 我是最卑下的 众生才是最高贵的 英光大师说了 视别人为菩萨 看自己为凡夫 千万你不要说 我对你错 那你完了 换了我慢 一定是你对我错 你的错就是我的错 他非及我非 同体名大悖 你不能把错怪别人 所以从内心里面 恭敬生命 请各位记住 我师父常讲 拜完佛 转过去 一切众生都是佛 开始拜 后面那是木头了 这些会走会飞会跑的 才是佛 有佛性 要这样的去尊敬别人 你懂得尊敬别人 你快乐了 就像一个女人 很尊敬她的先生 他心里很快乐 就像一个学生 很尊敬她的老师 学生觉得好幸福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尊敬 别人看不起别人 你是最悲哀的 这样了解吗 众生皆有佛性 我好尊敬 如何让他们成佛呢 第三 念下 我将学习在一切行为中 搜查自心 只要有一烦恼生起 危及自己和他人 我将坚持面对 并避免烦恼的伤害 不管做什么事情 人家坐了你的椅子 人家拿了你的东西 这些行为里面 你要观察自己的心 千万不要让这个贪神痴跑出来 千万不要让这个排斥恨跑出来 因为呢 你这样做不但害自己 也会害别人 所以我要面对烦恼 赶快 阿弥陀佛 赶快 阿玛尼伯明后 转化自己的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 随着境界而转 而生起 而起烦恼 各位 这个叫修行 有没有修行 考试一下就知道了 你明明在做这个工作 不做 明天换人做 干嘛 为什么不做 我哪里做 我哪里做错 白修了 考试失败 本来要学你做注识的 稍微考一下就这样 哎呀 骂人啊 你还要做什么大事吗 所以各位 要 要随时 告诉自己 我会再修这个心 第四 你讲 我要学习 去珍爱 心性不良的人 以及 重大罪行 与强烈苦痛压迫的人 就像我找到了 珍贵的西式 珍宝 你看 地震了 很多人受苦 受难 大家捐权了 哎呀 中国事先的救苦 救难 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的慈悲的精神 观音菩萨的显现一样 我们珍爱 那除了这些以外 那些做坏事的人 被关在监狱的人 更是我们珍爱的人 你千万 妈妈最爱的是哪一个儿子 做坏事的 最病的最重的 做坏事 妈妈最爱的 妈妈最放心的 是做好事 很健康的 所以阿弥陀佛要度人 都是那些要堕落地狱的 阿弥陀佛最爱的 就是五逆十二的人 所以各位不要恨别人 不要讨厌别人 这个人越坏 你才能够修忍辱 修空性 修慈悲 这个人是你修行 最好的祝缘才对啊 你不要讨厌他 就像找到珍贵的 西式珍宝一样 第五 当他人出于嫉妒 而恶劣地对待我 虐待我 毁谤我 类此种种 我将学习 承受一切的损害 将胜利献给他们 他对我越不好 我对他越好 我希望他所做的不好 我来替他承受 而且啊 我念佛 修行功德要回向给他 各位要修这个 自他交换 你修这个自他交换 是最容易达到空性的 为什么 把我直 我慢消灭掉 生命最大的敌人 就是这个我直啊 自以为 自我中心啊 狭隘的主义啊 那这个就是你 妨害你正空性的 你发菩提心 要度众生 如果你没有空性 怎么度众生呢 所以 你这个我直要把 要用炸弹 把它炸开啊 谁来帮你炸 就是那些 伤害你的人 帮你炸开的 如获珍宝啊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成佛 你要这样准备 你要有这样的历练 生命要有这种历练 一个柔和文雅的人 都是经过大磨炼的人 这个人稳如泰山了 所以啊 太硬了 容易断 知道吧 要柔软 要柔软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 一个柔软的心 这个很重要 把公的给他们 要天天这样想 第六 你讲 当时我满怀 希望去帮助的人 对方却毫无缘由的 深深伤害了我 我将学习 将此人看成 优秀的信灵祥导 简言之 我将学习 毫无例外地 对每一个人 直接或间接上 献出所有的帮助和快乐 并且恭恭敬敬地 以自身来取受 我所有母亲的一切伤痛 你怎么伤害我 我都把你当作 是我最好的老师 没有你 我怎么成佛呢 怎么修空性 怎么圆满忍辱波罗蜜呢 所以各位 不失 慈戒 忍辱 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慈戒跟不失 所以有人来找你麻烦 你能够修忍辱做好吗 所以我经常这样学习 我每次都坐在机场等飞机 每一个走过去的人 愿他们身上的痛苦都给我 我在这边念佛修行 要把功德给他们 你坐在那边 有一千个人走过去 你修了一千次圆满的菩提心 你不要不理人家 我的习惯 我的师父常给我讲一句话 来 念一下 对别人 修大秤 对自己 修小秤 这什么意思 小秤就是处理心 当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消灭贪秤词 但是我看到众生 我马上要修慈悲心 我不会说看到别人 我就把书本 我不管他 我在看我的书 我打我的座 我不理他 那你就失去了修大秤的机会 虽然我在打坐 有人找我了 机会又来了 赶快修福报 修大秤 赶快把功德回向给他 但是一个人 我就修小秤 断烦恼 所以也跟我背下来 动则修福 敬则修慧 福慧双修 一动看到人是 我修福报的机会来了 不失实际忍入 动着修福 静下来 那我要断烦恼 体振空性 静动 动静都在修行 打坐 残修 不是光躲在黑暗的角落 那是保持心灵 卑制双运的状态 这个叫残修啊 时时刻刻走到哪里 都含着慈悲与智慧啊 智慧就是不执着 慈悲就是爱关心一切 所以我要用你自身的取受 我所有母亲的一切伤痛 像各位今天坐在那里 有很多蚊子 那些小飞蛾飞到身上来啊 哎呀 砰 解脱 我念了好多好多的佛号啊 你碰到我的衣服得解脱啊 哎呀 赶快啊 这样的去爱护 所以第七 一起念下 我将学习继续这所有的修行 而不受八种承念的污点沾染 那八种呢 念下八风 春 鸡 苦 乐 力 衰 悔 欲 像我唱歌 哎呀 师父你唱得好好听 高兴 我多唱一点 师父你唱得不好听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八风吹动 我说我不是唱歌啊 我只是用一种方法来表达佛法 好不好听没关系啊 我尽力了 我这个人啊 我为什么会演讲 我这个人是不讲话的人 我的个性就是沉默寡言 你相信吗 沉默寡言 不讲话的 看过我家人大家都知道 我爸妈我哥哥都不讲话了 不笑了 哭了 坐在那边 我如果不讲话 连言很凶的 那是我家的本性 但是呢 不行 我强迫自己 强迫自己去讲话 强迫自己 什么东西都是勉强的 我的师父啊 要求我 不要停下来 我的名字本来叫海鱼 一二三的鱼 你知道吗 这是我师父 我自选的 海是不能改的 我师父 我用鱼好不好 我师父说 你要用什么方法 我说海鱼 我师父说 你为什么用海鱼 师父 我这个人啊 残花败流 杀盗 淫妄 酒 毒 什么都干 没有意见没做 那么老才听到活法 33岁听到活法 35岁 将近36岁才出家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话叫 半途出家 我已经是很完蛋了 所以我要好好地 忏悔 闭关 我不再造恶业了 我师父说 好 我给你名字叫海鱼 我说师父 为什么叫海鱼 那么难写 那个鱼 鱼就天天叫你去滚 不要停下来 不准闭关了 我说师父 我官房都盖好了 我自己很有钱 我都盖好了 书都买好了 我这下稳了 我都不用依靠什么了 我师父说 不行 你叫海鱼 而且这个海鱼 还是一个还俗人的名字 还不是真正的 还俗的 我前面那个海鱼 打架 打到还俗了 海鱼跟海湖 两个干架 一个做维挪 一个敲墓 以后两个敲不好 一下来 碰碰碰碰碰碰碰 完蛋了 在大殿吵架 干起来了 没多久 两个都还俗 海鱼 海鱼 通通走了 我师父说 我给你海鱼 那是你福报 我告诉你 那个还俗的名字 给谁用 谁都还不了俗 还真的有用 所以我师父叫我们 不要穿新衣服 像我们新出家的 每一个新出家 都穿旧衣服 就是已经还俗的衣服 给他穿 一穿 保证不还俗 我师父说 这是我的经验 凡是用过的名字 给他用 保证好 所以我们现在 又有海服 又有海鱼 还俗的 个个都有 个个都还在 所以各位 这也是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的名字 叫海鱼 就天天冲 海浪 套套 我不怕 冲也冲不上 但是也冲 来没挺 这是我的命令 所以我就接受了 但是别人 侮辱我 别人伤害我 我都一笑 自制 我尽力 我经常想好 这边不行 我回到监狱住 监狱是我的道场 在台湾 小小就56个监狱 何况我们大陆 那些徒弟 大道场 盖好好 里面都是光头 就是没师父了 大道场 我到里面 带他们念佛 多好 所以没有什么 所以各位 你要想好 狡兔有三窟 知道吗 你老公对你不好 你对我不好 有什么关系 我到观音室去 你随便 他就怕你 哎呀 真的你要去那边 你不要说 我非要你不行 我非要你不行 那你就好苦 对不对 没有一有二 没有二有三 像我经常观想 我被哑巴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讲话了 不然我今天晚上 在吃喉咙药 我也可以打坐了 我眼睛瞎了 哎呀 我看到女人 不会怎么样 真好 我没有眼睛了 我可以把我读诵的经典 好好的思维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修行 不是眼睛 不是嘴巴 心 这个心 不受巴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第七 我将学习 继续这所有的修行 忍入空性慈悲 不管别人赞叹你 侮辱你 伟大必孤独同在 就是这样修行 所以呢 不受这些 趁机苦乐 利衰毁欲 所以各位 不要耳根子太轻 知道吗 不要太在乎 别人对你的感受 哎呦 你穿这件衣服好美 天天穿这件 哎呀 你穿这件好丑 丢丢 你干嘛活在别人的嘴巴 活在别人的眼睛 你怎么活啊 我们要度众生了 救苦救难了 那个比较重要 所以第八 念下来 愿凭借一切